就是摸想圣经先贤坚固的信心 最近我们的信息都是强调聚焦于坚固的信心 因为信仰就是信心 圣经也说我们若没有信心 我们就不能够讨神许愿 或者说我们没有信心的话 我们就得不到神要赐给我们的各种福分 但是我们的仇敌或者说神的对手 撒旦就是专门和神对抗 神要我们享受祂给我们的福分 但是撒旦就是故意的要抵挡 使到我们没有信心 以至于我们享受不到神给我们的福分 所以彼得前书五章七节就说 我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来抵挡它 所以这一句话或者说这个重点 是基督徒应该实时记得实时操练的 所以我们在信息当中可能会重复听到这一类的信息 请大家不要记得厌烦或者记得所爱的啰嗦 其实这个就是我们幸福人生的密切 我们一定要有坚固的信心 我们一提到坚固的信心 我想一般的基督徒只要我们有粗略的常识 我们就会联想到西伯来书十一章所记载的很多信心的伟人 我们今天没有时间一一去诉说 圣经本身也说如果要一一诉说的话 时间就不够了 篇幅就不够了 我们只提一两位非常重要的 比方说 挪亚遵照主的吩咐 在一个高山上 距离河水很远的高山上 用一百二十年来建造方舟 哇这样的信心 一切不容易的 你我 我想都做不到 不合常理 是吧 没有常识嘛 你造船怎么在山上造船呢 那边没有水 没有河 没有海 但是挪亚就是有坚固的信心 时间一到 神就从天上降下大 这就是挪亚很理大信心 还有呢 就是以色列人的始祖 或者我们所有信徒 灵性方面的 我们的祖先 就是亚伯拉罕 他能够把 祂的所爱的儿子献给上帝 做反击 那这都是非常非常伟大 非常强的 稳固的信心才做到的 那么新月时代的信徒 他们就是用旧月时代的这些 伟人来做榜样 那么我们现在的信徒呢 除了旧月时代的信心伟人 还有新月时代的这些使徒先知 这些先贤们可以做我们的榜样 比方说什么呢 第一位寻道者就是尸体法 很多人很喜欢这个尸体法的名字 我曾经去一个餐馆 他的那个waiter的名字是Steven 他不是基督徒 我就借机会 我说你这个名字很好啊 你知道什么意思吗 他不知道啊 我说Steven就是冠冕 就是荣耀 为什么呢 我说圣经里记载 另一个为主寻道的 就是尸体法 那么史蒂凡他能够从容就义 甚至他能够效法主耶稣一样 在他临死以前 求神求主耶稣 示免那些用石头 打死他的人 哇这个史蒂凡的信心 实在是非常的稳固 还有呢 使徒保罗在圣经里面说了一些豪言壮语 听起来好像是很 很骄傲的 其实并不是 他说了一些什么话呢 他说在菲利比书四章四三节 他说 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 凡事都能做 我曾经提到 我们如果送给这小孩子 我们下一辈 这些圣经很有好处 为什么呢 因为现在的人很多时候 对自己缺少自信心 什么都怕 什么都担忧自己不行 我们为了鼓励他 我们说你行的 但是又怕他骄傲 所以这些圣经是最好的 使徒保罗说什么呢 他说 我凡事都能做 如果是这样说的话 就太狂妄了 他怎么可以说 他凡事都做到呢 但是他说 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 凡事都能做 还有呢 使徒保罗对于 他自己的身世 也看得好像 非常的宁静 使徒行传二十章二十三节 这里说到使徒保罗说的话 他圣灵在各城里 向我指正 说有捆索于患难等着我 我却不以性命为念 只要走完我的路程 完成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份 为神恩典的福音做见证 你看 使徒保罗明明知道 他前面会面临到生命危险 他会遭受捆索 甚至会为主殆导 但是他怎么讲 他说他已经预备好了 他不怕 只要行完 是他的路程 完成主给他的职份 还有一次 使徒保罗在去罗马的路程当中 遇到海难 那么全传的人都是惊慌 连饭都不能够吃了 没有胃口了 怕 但是使徒保罗 却非常镇定的 对他们说什么呢 他说 众位啊 你们可以放心 为什么呢 我信神 怎样对我说 事情也要怎样成就 哇 这句话是非常宝贵的 他能够说出这句话 他不是夸夸其谈 他不是随随便便说的 他自己就在众人面前 做榜样 拿起饼来吃给他们看 就说 你们要吃了 你们已经几天 没有吃东西了 你不要怕 我相信神 怎么样对我说 事情一定只要成就 所以使徒保罗 对神说的话 非常非常的肯定 相信 耶稣的十位门徒当中 就是使徒当中 他们都有十个使徒嘛 一个是犹大 出马耶稣嘛 那一个是使徒约翰 最年老的 被放逐到波波海岛 写了启示录嘛 那除了这两位之外 十位使徒 他们都是为主殉道 相传彼得 被钉十字架 他还要求 他说我不配 我不配像我的主一样 我要道定十字架 他不是要比耶稣更伟大 而是说我觉得不配 他肯为耶稣牺牲 他肯训道 但是他还是觉得不配 他道定十字架 这是教会历史上传下来的 一个传说 那么这是非常伟大的信心 但是呢 我们知道基督徒在历史上 还有现代 就是今天 基督徒还是常常遭遇到 各种形式的 这个逼迫 有时候是宗教上的逼迫 有时候是社会文化的排斥 我想大家还记得吧 不久前不是有个回教国的这个团体吗 抓到基督徒 甚至小孩子 威胁他们 如果他们承认 要敬拜神的话 耶稣的话 他们就会死 真的有人 有这样的信心 为主信道 哇 这个是非常非常伟大的一些事情 在古罗马时代 罗马政府就有十次的大逼迫 他们受到迫害 受到拷打 甚至殉道 有个时期 他们还把基督徒当成是 烧起来 当成晚上的灼火 所以非常残忍残酷的 还有十字军东征的时候 还有一些时候 宗教改革时期 有很多的宗教上的冲突 所以大量的基督徒死亡 受到大的困难 甚至现在在极端主义的宗教团体 就刚才我提到的 那些离对神的一些宗教团体 还有一些无神主义的 无神论主义的国家 他们认为基督教和他们的无神主义 他们意识形态不同 所以基督徒也受到非常大的逼迫 我还记得我年轻的时候 曾经录过一本书 他书名叫《为主受苦》 就讲到罗马尼亚 很多基督徒怎么样为了信仰 受到这个无神主义的 统治者的各种的迫害 非常惨 但是他们却是非常坚固的 现在世界上也有许多地方 基督徒为了信仰 被迫离开家园 甚至要死亡 神没有呼召我们所有基督徒 要为主殉道 我们没有大家 我们现在在美国的基督徒 要为主殉道的机会不多 主也没有要求我们每个基督徒都要为他而死 但是主却很明显的 很肯定的 呼召要求我们基督徒要为信仰坚守立场 我们要敢起来为信仰讲话 为信仰发声 抵挡那些无神论或者反对神的人 很简单的 上个礼拜 正常有提到了 现在在美国这个社会 很少人可以说或是敢说 愿意说圣诞快乐 为什么 因为现在美国的文化已经非常堕落 已经非常后退了 离神很远了 大家都不敢说Merry Christmas 怕得罪人 但是我们基督徒就应该大胆点 这个不会是信仰生命的 但是我们肯吗 我们有没有这个勇气啊 我们就开始我们主动的 我到银堂去 我到Sroping Center去买东西的时候 我就开口和他们说Merry Christmas 偶尔他们也回应说Merry Christmas 我就知道他是基督徒 这些小小事情 其实也是考验我们 为主做见证的勇气和戒心 千万不要退后 有机会就要为主发声 不要让这个世会越来越退后 虽然我们知道根据圣经的记载 这个世界是越来越差的 但是在这过程当中 我们仍然要尽上我们的本分 为主发光 那么我说了从古到现在 有许许多多 他们的名字没有被列在圣经 甚至他们的名字有的时候 也不会上报纸 我们也不认识他们 但是却有许许多多 这些的基督徒 就是靠着对主的坚持 对信仰的坚持 对主的忠心 他们把基督教信仰一直保留存到今天 所以我们今天说的先贤的坚固的信心 不是单单只旧约时代的信心与人 新约时代的使徒们 也包括历代甚至现代许多为主受苦的基督徒 那么他们所有这些坚固的信心的人 他们坚固信心的密切 他们建立他们这种信仰的密切 结窍在哪里呢 我以前讲过 我现在要改了 不用密切 因为这个不是秘密的 不是藏起来的 这个已经是公主与世了 很多基督徒都表现出来了 他们之所以有坚固的信心 他们的接窍在哪里呢 就是我们以前讲过的 以后我们也会常常讲的 就是什么 聚焦神已经启示的事 来对神隐秘的旨意 回应 刚才的特色 有许多事情我不知道 面对新来的一年 我们也不能够预测 真的每天每时每刻 我们都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 这就是隐秘的事 我们不知道 但是有一件事情 我们知道的是什么 神与我们同在 神仍然掌权 所以这是我们基督徒 要常常记得重复的提醒 大家提醒自己 彼此勉励 用聚焦神已启示的事 应对神隐秘的旨意 今天我们的经训不是说吗 隐秘的事是属于耶和华神 唯有明显 唯有已经启示的事 是属于我们和我们的子孙 目的是什么 就是叫我们 为要叫我们去遵行 所以弟兄姊妹 神已经启示了 我们就接受 我们就设行 我们就遵行 这也不知道的事情 交给神 就代表 这就是我们 建立坚固信息的结窍 神已经启示的事 不但带给当事人 就当时的发生这个事情的阻解 或者他们经历了 不但给他们希望 也给我们周围的人 或者后世的人 一提到这些事情的时候 我们从中得到鼓励和安慰 指一几个例子 使徒们 就是用彼得被天使救助监狱的事 来应对雅各被斩首的困惑 我这几句话呢 其实它背景是什么 就当时初期教会 彼得雅各两个人 都是因为传福音的缘故 被下到监牢里面 我相信当时的基督徒 都为他们两位祷告 都为彼得祷告 都为雅各祷告 但圣经告诉我们 雅各被处死了 但彼得呢 却被天使带出来 连彼得自己也很惊奇 一层一层的监牢的门 打开翻出来了 而且回到门徒当中 那么当时的基督徒 不是拿彼得自己罢了 当时的信徒 他们都是奇怪 为什么神不听他们的祷告 就雅各出来 他们不懂 真的他们不明白 他们的爱心 他们祷告的恳切 我想都一样的 但是他们不懂 很多圣家想不通 但是彼得却是 这样明显的 真真事实 却是出来了 从见到里出来 还回到 信徒门徒当中 这些是不可否认的 不可推翻那个事实 所以当时的信徒 就是用彼得 祸生生的 很真实的被救出来 这个事实 来应对他们不知道的 为什么神不救雅各 这就是我们要操练的 所以当时的 包括彼得自己 他也会想啊 神救我出来了 那为什么神不救雅各呢 一切是一个疑问 是一个困惑 不知道 当时的信徒都是这样子 但是他们却是坚持 是 我们不想不通 但是无论如何 彼得出来 这是千真万切的事情 所以他们不知很多事情 但是他们知道 神是又真又何的 因为他也是师大能嘛 他把彼得救出来嘛 是千真万切的事情嘛 神获作 神行事 他们就用这个事情 来应对他们不明白的 许多事情 还有 耶稣的开路先锋 施洗耶翰 为了真理 发生 自备当时的王 说他不对 他起了他兄弟的太太 结果施洗耶翰被杀了 那被杀以前 施洗耶翰曾经派人去问耶稣 说我们等待着那个救主 是不是就是你啊 耶稣就把他所行的事情 告诉施洗耶翰派人的人说 你回去告诉施洗耶翰 我做了哪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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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情 而耶稣提出的这些事情 正是旧约圣经 所说的 那个弥赛亚要做的事情 所以耶稣 肯定 他走了以后 施洗耶翰派来的门徒走了以后 耶稣就说 反复人所生的 没有一个 会大过施洗耶翰 换句话说 耶稣 把他所行的事情 就是旧约圣经 所提到的 弥赛亚要做的事情 告诉施洗耶翰 就是说 我行的这些事情 我的确是弥赛亚 但是耶稣没有说明 他为什么不去救施洗耶翰 后来施洗耶翰也训道了 不但施洗耶翰 不但施洗耶翰的门徒 不但是当时的门徒 到现在我们看圣经的时候 我们也不明白 圣经没有告诉我们 为什么 但是圣经 却记载 主耶稣 对施洗耶翰的肯定 所以 我说 使信徒们 以耶稣对施洗耶翰的肯定 来应对 耶稣不救施洗耶翰出间的困惑 他们不知 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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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人不知 但是他们知道 耶稣不是一个忘恩负义的人 施洗耶翰是为耶稣 做开路先锋嘛 为耶稣做见证吧 但是耶稣没有否定 耶稣肯定 也有肯定施洗耶翰做的工作 所以我们当时的门徒就知道说 耶稣没有忘记施洗耶翰所做的工作 他不是一个没有情义的人 但是为什么他不做呢 为什么他不救他呢 不知道 所以他们就用耶稣的肯定的话 耶稣对施洗耶翰的称赞 来应对他们不明白的事情 使徒们以耶稣向施洗耶翰显现的事实 来应对施洗耶翰为何没有被救 我们刚刚提过了 实体法当他临死以前 殉道以前他非常镇定的 他说我看见天开了 耶稣站着 那么实体法的见证 他看见耶稣站在天上 圣经没有说迎接他 但是很明显的 因为圣经里面每次记载耶稣显现什么 很多时候是耶稣坐在上帝的右边 但如果这一次实体法说 我看见人子耶稣站着 圣经学子就这样解释 也不一定会错的了 他说耶稣好像是站起来迎接他 站起来迎接他 所以实体法本身 看见耶稣站着迎接他 而他讲出来的话 包括使徒保罗当时他还没有悔改 以后我们会讲到 他也看见实体法这样说 所以很多事情我们不知道 当时的门徒就是因为 听见实体法说 他看见了主耶稣 所以他们就知道 神是真的 耶稣是真的 但是为什么耶稣让实体法死呢 那么他们不知道 但他们不再因为这个事情困惑 他们不知道很多事情 但他们知道耶稣没有忘记实体法 耶稣站立迎接实体法回天家 这个是千真万切的事情 实体法自己看见了 他讲出来了 所以门徒们就是看见 听见实体法的见证 来他们用这个事实 去回应他们很多不懂的事情 注意哈 我说无可无认的 那圣经中的事件 发生的事情 对当事人 还有周围见证的人 有很大的影响 但是根据圣经的教导 神不一定要重复一件事情 那是要我们借助这些事情 来得到功课 神不需要重复一件事情 在历史上重复又重复 但是神确实要我们 从已经发生过的不同各种事情 来学到功课 那么这件事情呢 我们怎么样会这样说呢 耶稣自己也是有暗示这一点 其实不是暗示 耶稣明示我们要从历史上人物身上 学功课 我们知道这个事情 我看圣经的描写很精简 我们就用圣经来描述好了 约翰福音二十章二十四节 就是耶稣复获以后 向门徒显现的记载 那十二个使徒中 有个叫狸土马的罗马 耶稣来的时候 他没有和他们在一起 耶稣向门徒显现 他不知道什么时候 为什么窃息了 所以他失去看见耶稣的这个福分 所以其他的门徒就对多玛说 哎呀我们已经看见主了 他们高兴了 那多玛还是不高兴 为什么 因为他窃息了嘛 所以弟兄姊妹 不要随便窃息记会啊 不然的话有时候神的恩典临到了 你就窃少了 因为你窃息嘛 多玛接什么说呢 对他们说 除非我看见他手上的丁横 用我的指头探住那丁横 用我的手探住他的肋旁 我皆不信 哎过了八日 门徒又在屋子里 多玛也和他们在一起了 那么门都关了 耶稣都在来了 站在当中说什么 愿你们平安 然后他对多玛说 把你的指头伸到这里来 看我的手 还有把你的手伸过来 探住我的肋旁 不要疑惑总要信 哇当时的多玛又高兴又害怕 多玛回他说 我的主我的神 他非常惭愧 耶稣对他说什么 注意啊这句话 你因为看见了我才信吗 那没有看见却信的有福了 所以耶稣就是告诉我们 我们不要从人身上学功课 不要单单凭自己 别人看见的传给你的 耶稣千真万切的事情 你要信 从别人的经验里面 吸取经验 吸取功课 有一句话说 经验是最好的老师 可惜学费太贵了 先贤能坚固的信心 固然是出于圣灵的感动 圣经说 神在你们心里运行 使你们又立志又施行 为要成就他的美意 很多时候人啊 有一种推卸之任 什么都推到神身上 神啊 你既然是无所不能的 为什么你不要这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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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呢 神的方法不是这样的 固然神是无所不能的 但是很多事情 神借着圣灵感动 启示我们 但是另一部分是我们人的责任 我们的反应 我们的回应 是我们的责任 不能够把全部归到神身上 神那你无所不能的 你就使得我坚固信心 神感动你了 神向你启示了 但是你的回应是你的责任 你看 使徒们 先贤们 对圣灵的感动的回应 是起了很大的作用 圣经明明告诉我们 我们有这个责任 你看那个经文啊 天撒罗尼加前书五章十九节 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 当然没有人能够消灭圣灵嘛 但是圣灵的感动很多人就扑灭 这个消灭呢 英文是quench 就好像人用水浇水把热热的火 也把它熄灭 所以这个原文是熄灭 所以这个用熄灭 不要熄灭圣灵的感动 还有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 用今天话来讲 就是不要藐视牧师传道 或者教师们的讲论 而且犯反事要查验 你要侥幸用圣经的真理 用圣经一贯的真理去查验 美善的事就要持守 注意哈 坚固的信心不是overnight 一处继承 一天一夜就可以成功了 不乃是生化中慢慢积累而成的 刚才我提过了哈 经验是最好的老师 从过去的经验 吸取功课 前世不忘 就是后世之师 而这个经验呢 不限于我们自己的经验 也包括别人的经验 我们都知道这个牛顿 是一个很出名的科学家 最伟大的科学家 我上次提过了 有的人曾经做个调查 向很多科学家们来调查 谁是对科学最大影响的 最伟大的一个科学家 结论是什么呢 是牛顿 他比爱因斯坦还伟大 他说过一句话 也是可以帮助我们的 牛顿是一个很虔诚的基督徒 他读圣经 他写了不少属灵的书籍 他说过一句话 他说如果我比别人看得更加严 原因是因为我站在伟人的肩膀上 所以现在很流行这句话 牛顿的意思是什么 他说我能够有今天的成就 他不归功完全归功自己 他说我是借助前人的经验 他们的成就 我就在上面再研究 所以我尊敬 我将功劳也归给荣耀 也归给以前的那些科学家 所以这句话就是提醒我们 我们可以从别人的经验去学习 不需要重新再去犯那个错误才得到经验 所以我们今天讲的 使徒们坚固的信心 他们怎么样建立坚固的信心 就是他们用神已经启示的事情 去应对他们不明白的事情 所以我们就用他们这个经验接近 他们的接窍 要再应用在今天的失落上 我们同样的很多事情不明白 有许多将来的事情 我们不能失透 但我知主掌管明天 知道吗 主牵着我的手 这就是我们要操练的 用这些全人的经验来帮助我们 建议了 圣经先贤坚固的信心 值得我们效仿 他们灵性的眼睛 或者他们亲身的经历 他们看见了 或者他们了解了 神给他们的特别启示 大家重度好不好 来 求圣灵开我们灵性的眼睛 使我们能看见神 透过周遭事件所启示的真理 能够以坚固的信心 离挡撒旦的攻击 那以下就是我们今天的经讯 他告诉我们 撒旦魔鬼就是虎视丹丹 要来找机会攻击我们 要来破坏我们的信心 所以彼得前书五章八节说 你要谨慎要警醒 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 如同咆哮的狮子走来走去 做什么 要寻找可以吞测的人 那圣经给教导 我们应该怎么样回应 说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 抵挡他 因为知道你们在世上的众弟兄 也正在经历这样的苦难 弟兄姊妹 我们不孤单的 我们所遇到的难处 也不是只有我们才有 很多爱主的弟兄姊妹 同样面临这些的苦难 以前的已经有了 他们怎么样得胜 我们也可以吸收他们的经验 向我们现代的和我们同遭苦难的弟兄姊妹 和他们分享彼此鼓励 彼此安慰提醒 那么我们应该 当我们面临困惑的时候 要记得下面的精绪 注意啊 这些圣经应该把它牢牢记在心中 讲了又讲了啊 重生生命记 讲了又讲 二十九章二十九节 很容易记的啊 一起多来 隐密的事是属耶和华我们神的 但明显的事是永远属我们 和我们子孙的 为要叫我们遵行自立法上的一切话 愿神祝福大家 今天的信息是重温以前 在每一次的信息当中的重点 也是将来我们信息当中会重复出现的 因为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结窍 一个原则 愿大家记得 我不知很多事情 但我知我们的神是又真又火的神 我知道祂掌管明天 更宝贵的 我知道祂牵着我的手去度过 面前的二零二十四年 我们不知道 但是我们知道 神仍然和我们都在 感谢主